以孩子好我们就好为初衷 在2017年创办的还好书屋 因为店面逐月到期 加上疫情的冲击 书报产业 在开幕四周年之际 落脚选址在市区的 民理路上重新的开幕 举办了3.0入处趴 期盼以阅读的力量 持续推广环境意识 多元文化教育的价值 花莲独立书店还好书屋 2017年创办 因初约关系 一度从明泉路巷弄 迁徙到水源街宁静社区 在四周年2021年2月20日这天 落脚在市区的民理路重新开幕 当天同时也是小老板的五岁生日 在亲友和旧与亲自的道场支持 及见证下 举办3.0入处趴 也展出水下摄影师陈文化 一起悬浮的片刻作品 我们其实书店已经开了四年了 今天是我们迈向第五年的第一天 然后也是我们家壮壮老板的生日 五岁的生日 延续我们原本长期在经营的选书的内容 就是有海洋的教育啊 金屯的教育 然后也有一些性别平权的教育 那也有亲子绘本 然后环境教育自然啊 人文那当然也有很重要的一些心灵的支柱 就是我们的文学这样子 对那我们就是这个空间 未来的话就是 除了我们原本就有的这些亲子的活动 然后海洋跟性别的活动之外 我们也会有一个共享的空间 那期待说就是我可以运用到每个楼层这样子 可以让大家就是尽量可以让 觉得说在书店里头不只可以阅读 那也是一个和人 还有和一些艺文活动相遇的一个好地方 新店指一楼是书店 陈列海洋 性别绘本 文学等选书 二楼是共享空间 也开放四楼料理达人一展身手 三楼则不定期举办展览和讲座 位在华联市民里路69-2号的还好书屋 未来会持续进行海洋教育推广 亲子说故事 性别主题等活动 也会走到户外串联不同的空间 办理行动书展 更多讯息可搜寻点书粉丝页 还好书屋 介绍方言华联市报导